这是一个人类受到知名威胁即将面临灭绝的世界 到处都是残忍无比的异性 他们支配了世界 把人类当作宠物或者食物 一瞬间 人类成了食物猎最底层的存在 而发生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人类的自不量力 原先两个种族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当第一个人类发现疫情后 双方才开始正式交流 但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 他们对疫情的浓貌似以评价 恶心 龌龊等各种字眼层数不穷 疫情不明白为什么人类那么难相处 明明很弱 却还那么嘴臭 后来两个种族的矛盾愈演愈烈 不自量力的人类和疫情发动了战争 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在一瞬间落败 从那之后人类就基本灭绝 可一个浑身穿满盔甲的男人格雷姆 却在森林深处遇到了一位人类幼女 作为森林的守护神 格雷姆的寿命长达千年 他本身不具备任何情感 可在人类幼女和他爸爸后 格雷姆竟很自然地收养了他 还决定带他走出森林去寻找人类 为了不让索玛丽遇到危险 他给索玛丽伪装成牛角族的一员 但这个世界早已被疫情支配 他们对人类的印象还停留在前不久 市场上卖的人肉很美味 一路上索玛丽看到异性们那幸福的模样 心中不禁有些失落 他羡慕别的小孩可以牵着爸爸的手 但没有新的格雷姆并不能理解 生物之间所谓的感情 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把索玛丽照顾得很好 为了解决一路上索区的盘缠 他来到当铺并买东西 老板看出他是外来人 并想狠狠地坑一巴 可格雷姆的眼睛能够看穿时间万物的结构 他拆穿了老板的间计 说出他的店铺有八成都是假货 最终顺利卖掉的东西拿到了盘缠 而转头一看就发现索玛丽不见了 他被一只妖猫吸引 此时正路猫玩得不易悦呼 可原本温顺的妖猫在嗅到索玛丽身上的气味后 眼神逐渐变得凌厉 幸好格雷姆通过天眼找到了索玛丽 他迅速暴起了索玛丽 打开天眼下退了妖猫 根据分析和观察 招用手牵住索玛丽 就能减少他走丢的改率 一个没有心的人 却做着最暖心的事 这情况正是索玛丽想要的 他最喜欢黏着这个半路捡到的爸爸 可索玛丽老是改不掉 喜欢到处乱跑的毛病 他在一次调皮时摔倒受伤 就在格雷姆不知如何处理伤口时 小鬼族的索玛丽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精通制药的他主动给索玛丽送上药物 他的格雷姆一直都很好奇 所以十分想研究一下 这没有情感的森林之神 为了防止索玛丽下次跌倒受伤 无药可用 所以格雷姆跟索玛丽做了一个交易 以自己身体表皮的盔甲作为交换 让索玛丽叫他制药 即便格雷姆没有同学 但在看到爸爸为了自己毫不犹豫 拆下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后 索玛丽在心中暗暗发是 自己以后也要努力帮助爸爸 此次他们离开的静野家中 属于他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 可为什么从不离开的格雷姆 一定要带着索玛丽找到他的父母 有他森林之神的庇佑 这世上根本不会有人敢冒犯 索玛丽不知道就在昨晚 静野的助手巴助已经提出过这个疑问 格雷姆没有解释太多 只是缓缓解开自己的长袍 一身破败不堪的神区 映入眼帘 每一个格雷姆的寿命是一千年整 如今他已经活了998年253天 他必须在一年112天之内 找到索玛丽的父母 格雷姆不敢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告诉索玛丽 这是一场为了别离的旅程 此刻的索玛丽只感觉自己真的非常幸福 能在最无助的时候遇到爸爸 没有心没有情感的他 在与索玛丽相处的这些时光里 竟慢慢地感觉到了一些异样的变化 他会因为索玛丽也消失而有些着急 会因为索玛丽受伤而不知所措 还会因为索玛丽对他微笑而感到开心 索玛丽教会了这个活了近千年的神 何为情感 而索玛丽之所以会亲切地称呼 格雷姆为爸爸 是因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会保护自己 在快要走散的时候 他会牵住手 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 会为自己所惊醒 所以爸爸就是爸爸 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称呼奇怪 后来两年一起来到新的城镇 医学镇 认为神的格雷姆是极为遵循自然规律 明明可以靠墙 但却从不去做 所以没钱的他也只能去餐厅打工 来解决一路上所需要的盘缠 但索玛丽对产品油烟还不了解 看到格雷姆在餐厅忙前忙后 没空打理自己 心里竟产生了失落 索玛丽误会了格雷姆 认为他如此卖力的散钱 是想早点结束这趟旅途 索玛丽其实一点都不期待 找到亲生父母 对于他来说 他更希望的是 可以一直和格雷姆在一起 赏心的索玛丽把这些担忧 都跟餐厅老板的儿子 叽叽拉肃说 他是索玛丽的第一个朋友 看到哭泣的索玛丽 叽叽拉丽帮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就像叶绝之花许愿 传说只要将地底下 抹出盛开的那朵花 在为枯萎前带回 学家的愿望就能实现 出生牛犊不怕虎 地下世界是一个 充满危险的另类存在 这里到处都是生性残暴的义种 有吃人的花 还有巨型昆虫等等 幸好在半周上 遇到了叽叽拉的狼人师父 才避开了食人花的攻击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朵叶绝之花 可却是即将枯萎的状态 就在索玛丽失望的时候 狼人却开口表示 在地下世界的中央 有养分充足的叶绝之花 但即便是他 也不敢保证养个小孩的安全 而为了能够跟爸爸在一起 索玛丽不怕任何危险 看着眼前这个浓落少女的坚定的眼神 狼人竟带着两人 朝着地下世界伸出走去 很快 索玛丽就看到那鲜眼无比的叶绝之花 可下一秒 一只疫情巨蜥就出现在他们身后 她是叶绝之花的守护者 眼看索玛丽和其其他就要被巨蜥攻击 为了能许下与爸爸一直在一起的愿望 索玛丽魂难不知何为害怕 她向巨蜥恳求 让她带回叶绝之花吧 她希望可以跟爸爸永远在一起 预想中的残酷画面并没有发生 而是两只小蜥蜴 从巨蜥身上爬出 或许是索玛丽的真诚 打动了巨蜥 她成功带回叶绝之花 索玛丽的愿望真的被答应了吗 赫里木在见到索玛丽后非常生气 她不找叶绝之花的传说 只记得索玛丽跟她约定好 天黑之前回家 她警告索玛丽 如果再散致行动 就会立刻终止旅程 没有被理解的索玛丽 伤心地跑回房间 一旁的狼人跟格雷姆 道出现见索玛丽的所作所为 她只是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等格雷姆知道叶绝之花的传说后 索玛丽已经因为伤心加脑累而发烧 为了给索玛丽治病 格雷姆用这些时间打工赚来的钱 埋下了所有种族都能服用的昂贵特小药 固执的格雷姆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即便她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不管何时 她都在为索玛丽着想 就像天下的爸爸一样 钱没有可以再赚 但格雷姆为了隐瞒索玛丽的人类身份 即便掏空家地也不心疼 在餐厅老板的说道下 格雷姆对家里遏制的含义更加理解 就像索玛丽醒来后 十分自责让爸爸担心 就像格雷姆十分自责 让索玛丽不安 两年都在不断地成长 也都在更加地理解对方 后来格雷姆攒够了盘缠 也得到在沙漠地带有人类的消息 他们朝着沙漠出发 途中遇到了哈勒比尔族的少女乌佐伊 她仿佛修到索玛丽身上的人类继位 于是特别热情地邀请她一起穿越沙漠 索玛丽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前心万苦要寻找了人类 其实就在眼前 乌佐伊的监护人海德拉是真正的人类 可她却得了一种怪病 需要大量的人类血液才能治疗 海德拉似乎想到了过去的某些事 眼神顿时变得极为伤感 幸存的海德拉带着一家三口 找到一个偏僻的村庄隐居 可最终还是被异形们找到 反抗的人会被撕回手臂 逃跑的人会被扭下双腿 有人更是被当场吃掉 总算她到四季洞窟的海德拉一家 还算幸运 但同时也是不幸 因为外面到处都是异形 食物和水源成了最大的问题 并且精神的高度紧张 让他们根本无法睡个好觉 最后海德拉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决定冒险出去外面看看情况 可才走了几步 却遇到了一只在采果汁的异形 心中的愤怒和不安 促使她捡起了地上的石头 狠狠地砸死了她 最后脱着异形的尸体回到了洞窟 海德拉表示 只有变成被离联道的怪物 才有可能在这个乱世活下 情侣在她的劝说下吃掉了异形 可海德拉不知道的是 哈德比尔族的鸟人 虽然没有天成强悍的战斗力 但他们体内却拥有可怕的剧毒 情侣浑身长出哈勒比尔族的羽毛 最后痛苦的倒地身亡 而海德拉则细运地活了下来 就在她外面聚会的时候 乌佐伊却出现在洞窟口寻找妈妈 她没有对海德拉发出攻击 而是一个微笑 让海德拉感到错愕 就像原本的人类世界一样 不是所有的异形都是残忍的 感到愧疚的海德拉为了赎罪 把乌佐伊抚养长大 她一直把这个秘密埋在心底 一专业失联过去了 在乌佐伊的心中 海德拉是比父母还要重要的存在 可体内的哈勒比尔病毒 无时无刻都在侵害着海德拉的身体 为了找到治疗的方法 两人一直在大陆上死足游荡 最终在一个占卜师的口中得到治疗方法 海德拉的血液被异形玷污 就用人类鲜血洗涤才能恢复 于是乌佐伊便四处寻找人类的踪迹 直到她在索马里身上 修到与海德拉身上一样的气味后 她知道海德拉有救了 所以才为了情地主动接近索马里他们 天真的索马里还以为自己又交到了朋友 可却被骗到一处偏僻的洞穴湖边 就在乌佐伊准备取走索马里性命时 挣扎间索马里却掉到了狐狸 只要乌佐伊等索马里溺死 她就能顺利取走她的血液 还能撇清关系 但乌佐伊的本性不坏 她最终还是无法眼睁睁看着索马里死去 但这样一来海德拉就会离开她 虽然索马里并没有责怪乌佐伊 但这个情况却让海德拉的内心更加内疚 自己明明是乌佐伊的仇人 却得到了乌佐伊的全部信任 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乌佐伊的嫁人 她把自己吃了乌佐伊母亲的事实告诉了格雷木 担心海德拉的乌佐伊一夜无眠 却恰巧听到这个消息 没有预想中的暴走 乌佐伊只觉得内心无比复杂 一切的关心难道都只是一场谎言吗 自日他们一伙人继续前进 可却遇到了沙尘暴的袭击 乌佐伊与索马里被打风卷飞 好在格雷木及时开启天眼分析了他们的防卫 等找到索马里时 发现他们正被一只引足鸟攻击 格雷木本想让自己当作诱饵 可海德拉却算先跑了出去 他认为他的救赎只能拼上性命去守护乌佐伊 反正自己也活不长了 除了引足鸟即将杀死海德拉时 乌佐伊却出现斩断了他的处须 格雷木在后方发射子弹 这才从引足鸟手上救下了海德拉 乌佐伊愤怒地揪起海德拉领口 不要擅自一人结束 你要是选择用死亡逃避的话 那么绝不原谅你 乌佐伊决定惩罚海德拉 从今往后 不管多么痛苦 也要站起来走下去 然后和他一起活下去 那他面前的人是自己的沙漠仇人 但乌佐伊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 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内男子 就像索马里跟格雷木约定的一样 要一直在一起 只有两伙人就此分别 乌佐伊和海德拉继续踏上治病的旅程 而格雷木他们则听从了海德拉的建议 朝着智慧的魔女之春前进 可这一趟旅途却让本就残破不堪的格雷木 距离崩坏的程度又近了一步 这是传说中汇聚所有智慧的魔女之春 据说这里的图书馆有书籍记载着人类的消息 可一群会吃书的古鱼就在图书馆肆意破坏 索马里好不容易找到那本记载着人类的书籍 哈莱索的钻记 可最后古鱼还是吃掉了这本书籍 甚至朝着索马里扑了过来 从没展现过力量 格雷木第一次动用了力量 直接一双看似由骨头组成的翅膀展开 朝着古鱼刺了出去 虽然有惊无险 可格雷木的身体本就濒临崩溃 使用力量的代价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看到格雷木身上的护甲脱落 索马里十分自责 保证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 虽然没能保住书籍 但可以检查戒约记录去问戒书人讲了什么 可唯一一次戒约记录是这座图书馆的馆长 在304年前窃过一次 而当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本书其实就是馆长写的 其内容真的记载了关于人类的消息 那是馆长的祖先朵拉第一次接触人类 一场暴风雨把准备回到魔女之村的朵拉 吹到了很远的哈莱索村庄 这是由名为哈莱索的格雷木统领的村庄 朵拉被格雷木和一位人类少女所救 但这里的人类居民却怀疑朵拉的身份 在他们的认知中 即便是长相酷似人类的魔女也是异性 好在哈莱索替朵拉隐瞒了魔女的身份 人类是非常弱小且胆小的种族 他们非常畏惧未知的存在 只有排除异己才能获得安宁 虽然不知道具体人类会做什么 但朵拉还是很听话的隐瞒身份 在哈莱索村庄住了下来 她可爱的模样和活泼的性格 当村民都很喜欢 可天下无不散的演习 哈莱索利用天眼观察 分析出在明天会有龙卷风出没 只要乘着风就能顺利回到魔女之村 可就在当天 村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朵拉亲眼看着人类处决了一只异性 即便对方没有伤害人类 甚至以低资代的口吻 奢求老命都无济于事 严正正看着人类如此残忍 朵拉立刻收拾行李 躲到了深山等待龙卷风的到来 而村民见到朵拉不见后 都纷纷出来寻找 米娅是第一个找到朵拉的人 可龙卷风却突然袭来 导致米娅被大风吹走 跌入了悬崖 眼看感染的人类根本无法救出米娅 朵拉最终选择保留魔女的身份 控制扫走 俯冲而下救下了米娅 果然人类在知晓朵拉的身份后 纷纷破口大骂 昔日的感情根本一文不值 好在哈雷索替朵拉圆场 表示看他救下米娅就网开一面 只要朵拉立刻离开就行 就在朵拉即将远走时 米娅却哭着对朵拉大喊 姐姐 是我的朋友 这也让朵拉对人类的感情 完半复杂 人类到底害怕谋虐吗 哈雷索传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观赵把这个疑问 对索马尼说出 得到的回答是一点都不害怕 对于这个答案 观赵显然很满意 他而身体化为无数光蝶 离开了人世 在临终之前告诉了索马尼 在镜头之地 或许人类的子孙还活着 告别魔女之村后 他们在半路遇到了静眼和巴主 有他们的同行 或许这场旅途就不会那么危险 但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没有人想到异形和人类的关系 能恶劣到如此地步 格林姆带着索马尼走进了一座 没有规则的城镇 这里的异形都不是善内 他们生陷残暴 索马尼只是无意中撞到一位异形 就被对方偷偷逼人的架势勒索 他们说这座城镇的正义 是由强者定义的 下一秒 格林姆和巴主就把他们都给撂倒 即便是小矮子静野 也轻松打趴一个 他们的实力被一家旅店老板砍上 于是请求他们替自己 做一星期的保镖 作为回报 可以让他们免费住宿 本来就找不到落脚地方的众人 寻思片刻后就答应了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静野问出了他一直以来 都很好奇的问题 如果没猜错的话 索马尼应该是人类 而不是牛角族 疫情们对人类的气味和血液十分敏感 所以格林姆也没继续隐瞒 而是跟静野讲起了第一次 自己遇到索马尼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森林之神的格林姆 本该为守护森林奉献出生命的全部 直到他在一次巡逻时 遇到一辆发生意外的货车 现场无生命反应 车上的货物是被服务奴隶 并已身亡的人类 之后格林姆发现 有一个人类幼女侥幸存活 女孩像是失去的记忆一样 见到格林姆就喊住爸爸 并始终跟随他 嫉妒格林姆不愿干涉任何生物的行动 可久而久之 格林姆也开始关心他 并给他取名为索马尼 也为格林姆的寿命只剩一年多 失去自己庇佑的女孩 注定无法在森林里生活 所以格林姆决定打破规则 走出他从未踏足的外界 去寻找索马尼的亲生父母和人类 在回忆中的格林姆 浑身裤甲虽也破败不堪 但起码还在表皮 如今他坐下外跑给金姆查看的身体状况 全身上下都是裂痕 保护肌肉的护甲表皮也早就损坏 他不确定在仅剩的时间内 能不能带着索马尼找到人类 所以请求金姆 如果日后自己遭遇不测 希望金姆可以好好照顾索马尼 金姆很乐意接受这个请求 只是他还有一个问题 一直以来让格林姆保护索马尼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格林姆没有义务这么做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格林姆只想要一直看着索马尼的笑容 今天老板的夫人罗莎上门感谢金姆他们 可也是这次拜访让他嗅到人类的气味 他没有声张而是缓缓离开 在夜深点静之时把这个秘密告诉给其他异性 在格林姆他们做保镖的最后一天 罗莎悄悄地给格林姆他们透露一条密道 谎称可以避开小偷省去很多麻烦 就在当天深夜 格林姆发现一群异性上门抓捕索马尼 于是留下八柱拖住异性们 他的金姆则带着索马尼从罗莎给的那条密道悄悄溜走 使用力量带着金姆和索马尼跳入深处 可落地后 格林姆只觉得身体损坏程度更加严重 就让他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时 罗莎却突然出现 一步一步把他们引到陷阱关了起来 直到这时 频率里温柔的罗莎竟露出了阴冷的神情 烈杀时刻终于来临 她永远也无法忘记人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人类全都该死 在一两百年前 人类隐居在异形居住的不远处 两个种族互不干涉 都在各自的村庄中平静地生活着 直到末天 人类的小孩被野兽袭击 一位心地善良的异形 正好看到这一幕 她凭借异形天生的强悍体质 独自一人拼子救下了人类的孩子 该等她把孩子送到人类住所时 却被对方残忍地杀害 爱好和平的异形认为其中肯定存在误会 可类似事情不仅一次 越来越多的异形们被人类裂杀 只是因为不同种族 就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异形们最后冷静现实 这是赤裸裸的骑士 当一行们决定反抗的时候 人类甚至都不知道是如何落败 他们被迫害 被杀害 被贩卖 被吃掉 这都是自作自受 在这一两百年间 异形们流传着一首童谣 各自写的是人类的暴行 他们其实异形的丑陋涨相 以至于异形的子孙们从出生起 就对人类产生敌意 现在罗莎好多人抓到一个人类幼女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吃掉索玛丽 是因为异形的敬眼挡在身前 不是所有人类都是吃而不赦 起码索玛丽不是 但罗莎可听不进去 没办法 森林之神哥雷姆只要动用能力 可本就崩坏的身体 根本不足以让她继续用力 她倒在地上 眼睁睁开的索玛丽被异形们抓走 等待她的下场 已经可想而知 最终哥雷姆竟透支为数不多的生命 激动了禁忌的力量 她是索玛丽的爸爸 即便没有血缘关系 即便不同个种族 她也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守护索玛丽 强大的破坏力 让异形们裸晃而逃 为了索玛丽彻底安全 她的意识驱使身体 不能放走任何一能 可当哥雷姆就要撕碎罗莎这个主魔时 索玛丽就站出来挡在她身前 她听了之前的故事 明白一切误会都可以解开 人类和异形也一定可以和平相处 包走了哥雷姆最终 在索玛丽面前满满冷静 虽然最后哥雷姆倒了下去 但好在她没有无休止地透支生命 最终也失去一条手臂 恢复意识活了下来 独逼的她连自己都很难照顾 更别说之后要带着索玛丽 找到人类找到亲生父母 最重要的是 她的时间真的真的不多了 后来他们一伙人来到一座 正在举办基地的小镇 在索玛丽欣赏的时候 哥雷姆悄悄地离开了 她已经嘱托好经验照顾好索玛丽 可反应过来爸爸不见时 索玛丽着急地哭了出来 不断地在四周寻找 可却没有任何消息 好不容易找到哥雷姆后 她从没有见过爸爸 如此冷漠的语气 难道真的到了与爸爸 分离的时刻吗 索玛丽表示 如果爸爸不在了 她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寂寞 而爸爸难道不会寂寞吗 可哥雷姆是没有情感的 但在索玛丽眼里 哥雷姆爸爸 是比任何人都要温柔的人 她会因为索玛丽消失而困扰 会因为索玛丽感冒和受伤而担心 会在睡觉的时候陪伴 会一直牵着索玛丽的手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爸爸想跟自己永远在一起 原来一直以来 自己都是有心 有感情 有灵魂 只是哥雷姆本身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情感 她的眼角流下了眼泪 她真的也好想好想 作为索玛丽的父亲 永远跟她在一起 哪怕她的生命已经不多了 可即便是一分一秒 一场时间再多一些 就算最后化为灵魂 也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但属于哥雷姆和索玛丽的旅途 却还没有结束 即便终有一天会分离 但双方地下的新承诺 一定会让一切都变得更好 翻明 索玛丽与森林之神 每一个哥雷姆都说自己没有情感 但在剧中出现的两只哥雷姆 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明文哈莱索的哥雷姆 在人类村庄作统领 浑身没有任何护甲的她 或许也快到生命的尽头 但她却能照顾着人类和异性们 让双方的矛盾减少 哥雷姆身为森林之神 不仅是守护森林的一切 更像是世界的守护神 引领万千种族走向和平 虽然故事充满治愈 但却也真的治愈 如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旅行动画 仅有狼友相信掉 到后来的《魔女之旅》 这类作品都有一个基调 剧情过缓 导致很多人没有难心看完 可当沉下新剧欣赏时 真的可以从中感受到温暖